圣主,愿我的祈祷上大与你台前,求你侧耳俯听我的呼喊。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灯四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我们平常会关心自己的信仰, 我们会想要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 大部分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的信仰成长, 不过信仰是团体性的, 我们也应该关心我们旁边的兄弟姐妹们的信仰。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使人跌倒的事是免不要的, 但是那使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 我们的圣道离开时, 我们要放行片刻, 我是不是不够关心别人的信仰, 很少帮助别人。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经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终罪, 为此恨心中生通证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愿全能的天主吹念我们, 圣灭我们的罪是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基督求你吹脸! 基督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上主求你吹脸! 请大家祈祷。 全能仁慈的天主, 求你尝出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 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 遵守你的诫命, 奉行你的旨意。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一句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智慧书 统治世界的人们, 你们要爱正义, 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 要以诚谱的心寻求上主, 因为凡不试探上主的人都能找到他, 上主必将自己显示给不拒绝信仰他的人, 邪恶的思想使人离开天主, 愚人试探全能者, 只有使自己蒙羞, 因为智慧不进入心术不正的灵魂内, 也不住在一个屈服于罪恶的身体内。 诗讯的圣神远避欺诈, 远离无知的思念, 不易突然来到, 他必斥责, 智慧是爱人的神, 他必惩罚口出咒语的人, 因为天主洞悉他的内心, 切实监视他的心灵, 聆听他的言语, 因为上主的神充满了世界, 包罗万象, 通晓一切语言。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上主,你洞察我,认清我, 我一举动, 你无不深知, 你在远处也透彻我的心思, 我或行或止, 你明察无疑, 我所作所为, 你都熟悉。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我的话尚未出口, 上主,你已知晓, 沾之在前, 忽焉在后, 圣手所指, 不离左右, 你的知识深奥无比, 为我确实高不可及。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我到何处才能躲开你的神能? 我到何处方能逃避你的面容? 我到天上, 你已在那里。 我浅入阴府, 你也在那里。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我若正义飞往日出之乡, 我若顿机, 吸引于了海之冰, 你的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 你的右手依然紧紧地握着我。 天主,求你引导我迈向永生的道路。 哈雷Лdyá,哈雷Лuyá,哈雷ルya,哈雷ルyá,哈雷ルyá。 你们在这世界上 要坚持着生命之言 像明灯一般照耀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而心灵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为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使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那使人跌倒的人 是有祸的 把一块魔石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入海中 比他是这些小孩中的 一个跌倒还好 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 你要归劝他 他如果后悔了 你就宽恕他 如果他一天其次得罪你 又其次回到你那里说 我后悔了 你也总要宽恕他 总统们对主说 请加强我们的心得 主说 如果你们有像 借菜子那样大的心得 即使对这棵苍树说 你连根拔出来 移植到海里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在你 今天我们开始读智慧书 就是九月的一本书 那读经一开始就给我们 三个很重要的建议 就是信仰生活方面的 很好的建议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读经一的开始 第一句话 同志世界的人们 你们要爱正义 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 要以臣服的心寻求上主 我们先看 第一个建议 你们要爱正义 爱正义 当然我们信仰方面 这个感觉 因为我们听到爱 那应该是感觉 可是信仰方面 感觉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一直 跟随我们的感觉 去做事 爱 真正的爱 是一种决定 我知道方向 我知道我的目的 目的地在哪里 我知道了 所以要往那个方向走 无论我开心或是难过 还是要继续走 不过有时候 如果很长的时间 完全没有 没有什么感觉 也不太好 所以 有时候我们还是可以 找我们比较喜欢的 祈祷的方式 或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祈祷的地方 也不让时间 也不让好像 都每天都强迫自己 不太好 我们信仰应该也有 我们的信仰就是 我们的喜乐的来源 反正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 祈祷的方式可以用 所以我们可以找 我们会让我们比较舒服 比较 就是可能整天一直 一直等待 那个祈祷的时刻 爱正义 第二个建议是 对上主要有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们 还是要学习一些道理 比如说我从幼儿园 就开始上道理课 然后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有时候 有人问我一些 信仰方面的问题 神学方面的问题 我有时候忘记 或是没有想过 我还是要查 还是要找资料 所以我们对天主 对道理有正确的观念 这是我们的责任 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 不知道最好 我们有责任 还是有责任 因为你不想学 你不想了解 天主 认识他 这也是 也是最 第三个建议 要以称谱的心 寻求上主 我们总是有进步的空间 我们不要说 其实我已经达到我的目的 我们的信仰永远不够坚强 还可以继继续学习 所以这个 谦逊的态度非常重要 我还没找到 还在寻找天主 还在学习 每天是新的 我可以学习的机会 希望我们都会把握 以谦逊的心 继续寻找天主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胜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建议你的执意为主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下语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居心的弥撒 真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 命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向他圣母玛利亚 解读圣人圣灯的模样 终身是佛弟 主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切儿人 生于教会修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力永生的天 主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真实 接着安慰着圣神 倾注于我们 极限信用的心中 求是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 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 操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奉受福音的 王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 意愿和希望 交透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 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信仰 愿你的佛爱你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荣誉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有过 但救我们免于修了 阿们 天主派遣我们 愿天主也祝福我们 让我们今天 找到他 愿主为你们同在 愿得心灵同在 愿圣证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 礼成我们去 传福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 我不孤单 因为主与我同在 无论我 无论我何处 他心事的花 他爱心的福利 他爱我 他爱我 无论我何处 你不孤单 因为主与你同在 无论你我何处 他心事的花 他爱心的福利 他担命他爱你 无论我何处